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缺近三年的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职位 将在秋天由旅居德国的指挥家吕绍佳出任 这位指挥大师已在德国度过二十年的时光 期间历任许多交响乐团及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以及音乐总监 已在欧陆乐团奠定个人地位 吕绍佳能回国就任国家交响乐团的总监职务 是国内乐界引颈盼望的盛世 在台大就读心理系 吕绍佳虽然自幼就接触音乐 但是始终没有进入正统的音乐科班 不过本身的音乐才能在台大期间 受到当时排北市立交响乐团的指挥陈秋盛的赏识 并从校园交响乐团发迹 进入北市郊担任助理指挥 再决定远赴德国学习 他的指挥才能也开始在欧洲开花结果 这次回台参加音乐会的短暂期间 吕绍佳抽空接受台湾醒报的专访 畅谈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欢迎再回到醒报现场 刚刚大家看到VCR已经知道 就我们的吕绍佳老师 这次我们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们的国家交响乐团能够邀请到他 即将在今年的八月 接任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的职务 但是事实上过去这些年来 吕绍佳老师常常回到台湾来 那么这次趁着吕老师回台湾的方便 我们就来做一个专访 吕老师你好 社长您好 各位观众好 那么吕老师我们看到你的履历 刚刚我们的观众都看到洋洋傻傻 那么不管在德国 在维也纳 在各个国家 您都有很多很多优秀的表现 可以说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那么我们台湾的国家交响乐团 真是有荣幸 邀请你来担任我们签了五年的约 能够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为自己的国家的百姓 来做好的演出 那么这一点呢 跟您过去在国外得到这么多的好的 得那么多的奖 有这么多的国际上对您的重视 您觉得回台湾跟在国际上的演出感觉怎么样 在自己的家乡总是特别亲切 尤其是我这十年来每年都回台湾至少只会两套的曲目 而我觉得我们的跟乐团的感情就是越来越深 我觉得现在就是时候到了我愿意接下这个位置 那您接下这个有没有一些牺牺牲啊 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你当然在时间的安排上你要为台湾付出足够的时间 但是这是我之前就想好的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牺牲 我得到了更多 那我想我们先回顾一下 吕老师您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 到国外发展 特别是在德国 那么有很多年的学习 也在那边开始工作 那么可以说是很早就离开故乡 那么在国外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可以看到第一流的乐团 第一流的演出 您这么多年来可以说在国外二十几年有什么感想 首先是我其实跟很多小留学生比起来 我算是出国很晚 我出国的时候已经二十几岁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幸运 就是说我家乡的这个对土壤的这种感觉还很深 跟深蒂固 就是说那在国外当然是很好的音乐环境 然后就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在维也那样学习 然后那时候每天都跑去各剧院 或者去看当地的乐团的演出 而这些的一点一滴的都是在长时间 都累积在我的身体精神里面 而我们从事的就是我们说古典音乐 西方的音乐严肃音乐 这个在你必须在风格上面有很好的掌握 而这个还多年在欧洲的这个经验 你可以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一定知道说 这个曲子要怎么演 这个曲子要怎么演 而把这个东西带到我们在台湾演这些曲子 第一个就是风格要对 然后但是在这之外更重要的是 你要投入感情 让他表达出这个曲子的情感 个人的情感去打动大家 这个是我的想法 是那刘老师您可以说是很早就决定学指挥 那我们知道在音乐的领域里面 有人学乐器有人学作曲 那您个人为什么会很早投入这个指挥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里面去 那当然后来你也做了音乐总监 你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说在音乐的领域里面 这个不同的career有不同的发挥 你怎么说 我从小就学钢琴 所以说我有一个这个钢琴的基础 我是当指挥一个很有力的条件 而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念的是台大心理系 我不是音乐系的 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很幸运的认识了一位指挥 他叫陈秋山先生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潜力 他就主动教我指挥 所以我等于是他牵着我的手 进到指挥这个路的 那在大学四年我过得很快乐 就是说我已经确定以后 我要走的是音乐的路 然后台大虽然没有音乐系 可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平常在一起唱歌 或者演奏乐器 那这些都是一个土壤 让我越来越确定说 我以后要走什么路 而我可以说在台大这四年 就是完全确定说 以后我就是要当指挥 太有趣了 你知道吗 吕老师我们过去认为 学音乐的人都要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确定他人生的志向 而且走在音乐中 可以说越小越好 越年轻越好 那您等于是在大学毕业以后 来走会不会比别人晚了一点 你觉得这优点跟缺点各在哪里 如果说我要当钢琴家的话 契乐家的话是绝对太晚了 一般契乐家是在十几岁 你就是要有完美的技巧 指挥是一个比较晚熟的 一个艺术 所以我刚好是碰对了 就是说反而这种非音乐科系的经验 加深了我各方面的素养 因为我觉得音乐事实上是要很广的 你不能只学记忆方面的东西 尤其是当一个指挥常常是用脑的 而不是在用技术 当然指挥也有技术 这些技术我很难在这边解释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的 其他的乐器是跟年纪 在技术上培养跟年纪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指挥不是 那可是刘老师 你一定是在台大就在念大学之前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很喜欢交响乐 对不对 一定也听了 就算听都听熟了 有没有这样子 有没有这样的环境 对 你长期都已经很熟悉的学习交响乐 其实我这个环境来的还不算早 虽然我从小就在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环境里 我父亲是一个医生 所以让我们都学琴 但是接触交响乐 是我上了高中之后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高中才到台北来 有机会到那时候在中山堂 或是国父纪念馆 有一些管弦乐的演奏 所以我一听到管弦乐的声音就觉得 完全被吸引住 觉得哇 真是好听 而这个是日积月累 就是每天那个曲子有非常的多 就越积越多 后来自然就走到里面去了 所以可以说是因为受到陈修胜老师的帮助 或是提息 那就越来越走在这条路上 那您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指挥 您刚刚有提到说 它是一种比较不一样的一种 表演艺术的类目 那你觉得一个好的指挥 应该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耳朵吗 比如说 耳朵是一个先决条件 因为你必须要听到别人听不见 或是去纠正别人错的东西 你必须要有很好的耳朵 就包括音准上面还有音色的变化 还有节奏上面的反应 这些是天赋 但是后天训练也是可以某种程度的得到 另外就是一种那种天生的那种领导的那种气质 就是你站上去人家就是会听你的 这个可能是天生的东西 然后你要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努力 最后你还需要一点运气 因为世界上的指挥真的很多 你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来的还是凤毛麟角 你需要有机会 需要有人 那我很幸运就是有这个陈秋生老师 给我的提拔 就是说他不只是教我指挥 甚至后来他还聘请我当他的助理指挥 在势力交往乐团 给你机会 对 在那一年我有非常多实务的经验 就是变成一个比较 就是你学指挥你都是需要有一些实务的经验 好 那我们刚刚观众朋友已经听到吕少嘉老师 他特别提到说作为一个指挥 耳朵很重要我也有这种感觉 在交往乐团那么多的乐器那么多的音符 你怎么要听出谁对谁错 我看一般的听众观众大概没有办法这么厉害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继续请教吕老师 我看一看 感谢观看